最后一击,达利亚开始消灭最后所剩的英雄,包括他的祭地特里斯坦。 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在…… 哦,该死,剩下的不用我说你就知道了吧。 在本游戏举世无双的前作中,邪恶至尊已经带着自己的手下占领了整个地表世界。 现在,他把时间都花在了堕落的派对上,等一下,整个地表世界,吹牛吧! 不去的英雄们在一个小村庄依然坚持抵抗入侵城,不去至尊,愤怒不已,但这一切都将彻底改变。 因为运筹尾窝的至尊已经将其最残忍的将军派往战场,就是黑暗精灵,达利亚。 达利亚也是举世无双的前作中知名角色,他带着好心情度假归来。 在那之前,他已经击败了自己的养父,其圣其士塔诺斯。 这是考点,要记住。 因为守护这个英雄村的不是别人,正是塔诺斯的养子兼达利亚的祭地,特里斯坦。 这位衣着光鲜,穿着帅气英雄护甲的自豪战士,是正义势力最后的希望。 已经彻底投入邪恶阵营的达利亚,等不及要对她的祭地动手了。 于是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正义势力最后的守护者,在为自己的生存而战。 这似乎是特里斯坦这位正义势力最后的大英雄亮相的绝好时机。 我的兄弟们,我在你们眼里看到的恐惧,同样令我心生绝望。 也许有那么一天,真正的英雄们勇气尽失,我们抛弃自己的同伴,所有友情的纽带都破裂。 这一天也许会来,但这一天还很遥远。 西方的英雄们,奋战到底! 说着这些听起来有些耳熟的台词,特里斯坦在自己手下的欢呼声中冲锋向前。 正义的英雄们,成功俘虏了邪恶势力的一部分手下,然而,几次小小的胜利和一次精彩的演抢,真的能打击到邪恶至尊的大军吗? 我反正不信。 一阵黑暗阴沉的风暴降临,预示着邪恶至尊将军达利亚的到来。 这阵狂风不仅使正义的守护者感到恐慌,而且似乎也加强了邪恶势力的手下。 喂,我回来了,是该做个英雄出出气了。 小的们,前进,给我看看你们的本事。 揍他们嘴,打他们脸,还有,以防万一把我那本过时梗用于手册拿来。 优鹤,我没看错的话,那边不是我那愚蠢的记地特里斯坦吗? 怎么着,在等我亲切地将她的脑袋顶在长矛上吗? 哈哈,今天是什么好日子呀? 达利亚似乎认为自己必胜无疑。 有人可能觉得不解,漫长的新战役这才刚刚开始,你怎么就知道结果了呢? 行吧,剩下的任务也许只是一连串堕落的胜利庆祝,这谁知道呢? 就这几个可怜仇,看我宰了你们。 嗯,该怎么做了这儿? 幸运的是,达利亚的直觉起了作用。 这也是某些自称职业玩家的家伙经常说的自动攻击。 达利亚还记得自己有几个技能,可以随时使用。 哦,对了。 哼,就是这样。 哈哈哈哈。 喂,不会真有人把我的手下关起来了吧? 好大的胆子,除了我谁敢这么做呀? 达利亚又一次召唤出自己的强力风暴。 你已摧毁了一个笼子。 达利亚解救了所有的手下。 她不甘心被自己的弟弟超过,也发表了精彩的演讲。 演讲? 嗯,有了。 小的们,是时候猛抽好人的脸了。 前进,抽他们的脸,踢断他们的小腿,弄坏他们的皮带扣。 让他们走路时裤子滑下来绊倒。 哈哈哈哈哈哈。 嗯,好吧。 非常,甚分人心。 再见了,英雄小子。 达利亚已经到达战场的中心,她再一次用精彩的演讲,激励自己的手下。 又要演讲,嗯,叮咚,英雄死了吗?这样可以吗? 说实话,我不知道这样对你们有没有用。 咳咳咳咳,达利亚的话刚说完,手下们迫不及待地冲向他们缺乏语言天赋的领袖。 他们虽然想过去,但左翼和右翼的防线让他们无法前进。 达利亚想得到手下进一步的支援,就必须摧毁防线。 哼咕! 英雄就挂了。 哈哈哈哈。 英雄们的左翼防线,没法再阻挡突入至尊的手下了。 英雄们右翼的防线崩溃了。 极恶至尊的手下,涌向达利亚。 太好了,炮灰…… 不,忠诚的下属越多越好。 哈哈哈哈。 再见啦,英雄小子。 炮灰…… 塔利亚,我的姐姐,杀了我们的养父后,你居然还敢在这里露面。 啊,可以别说废话吗?我来都来了。 塔诺斯的死是他活该。 哎,我这次来,就是要让你们父子团聚呀。 你会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姐姐。 我劝你还是改邪归正吧。看看光明的力量吧。 说完这些话,特利斯坦沐浴在金光中,就好像金光在保护他。 这还不算完,几扇魔法传颂门同时打开。 哼,还在苟延残喘,我们就不能直接跳到我贪婪地占领了整个世界的剧情点吗? 小的们,上啊,砸了传锁门,把那魔法拉筋碾碎,干掉他们。 我的兄弟们,我在你们眼里看到的恐惧,同样会令我心生绝望。 也许有那么一天,真正的英雄们勇气尽失。 我们抛弃自己的同伴,所有勇情的纽带都破裂。 这一天也许会来,但这一天还很遥远。 西方的英雄们,奋战到底。 你之前不是也说过同样的废话吗? 一个字都不改的。 不,哪有。 我恶毒的姐姐啊,众所周知,我口才很好的。 我好像还记得你每次在全班人面前讲话时,我们都得拿着拖吧。 你会付出代价的。 我忠勇的部下们哪,消灭邪恶势力吧。 所有的魔法传颂门都被毁了,而特里斯坦的护盾也随之化成一缕烟。 这才对嘛。等等,我们要干啥来着? 哦,对。我正要准备揍我弟弟一顿呢。 姐姐,没必要以这种方式收场吧。 回头是岸,我们一起还能拯救这个世界。 啊,你就不能死掉算了,免得咱俩都尴尬嘛。 咱俩都尴尬。 咱俩,我跟你没完,我们还会再见呢。 说完这些话,特里斯坦迅速创造了一扇传颂门,用最后的力气把自己丢了进去。 传颂门在他身后再次关闭了。 卑鄙,无耻,下流,这本来应该算我胜利的。 这是什么手套啊? 这游戏的平衡性是设计是用脚做的吧? 也许负责人还沉浸在你的伟大眼说里。 啊,我眼泪都出来了,不过不是因为情绪激动而流泪。 哼,说得好像这些愚蠢的邪恶手下需要听谁长篇大论一样。 只要随便找几个倒霉鬼揍一下,今晚就有事可干了。 好吧,人人各有所好。 不过显然特里斯坦碰上了点小麻烦。 之前提到的魔法手套依然躺在最后使用过的地方。 看来他是不小心把它弄丢了。 哼,太好了,这东西正是我需要的。 这玩意儿真别致,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于是,我们的故事开始了。 特里斯坦成功从达利亚手里逃了出来,但他的魔法手套落入了达利亚手中。 这是传说中的神器,有限手套。 不幸的是,用户界面附层在过场动画期间中不起作用。 所以达利亚不知道手套的具体作用。 不管这么多,他骄傲地把它呈给了身为地下城主的邪恶至尊。 嗯,与此同时,达利亚心血来朝想展示自己打的祥旨有多响亮,谁知竟引发惨案。 这个祥旨,后来的史书记载为地下城主之祥旨,向着地下城主释放了可怕的力量。 等到达利亚站起来时,手套已经消失了,而地下城主躺在地上奄奄一息。 观众们往往这个时候开始掉眼泪了,因为这让他们想起了最近看过的一部十分精彩的超级英雄大片。 达利亚默哀了五秒钟。 达利亚击碎了善之果度,将他们端在银托盘上,撑给了邪恶至尊。 但他实际上什么都没做。 这样,达利亚现在就成了绝对的统治者。 他对统治一窍不通,只会摆出一副傲慢的样子,并始终对摆在眼前的问题视而不见。 而且,他身边还有一群没用的顾问。 这会有什么问题呢? 十分钟后,特里斯坦俘获了达利亚,把他关在笼子里,还把邪恶至尊的部队赶了出去。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与之后事,请通过游戏内价格离谱的微交易解锁。 哦,等等等等,我拿错剧本了。 我们可不是这种黑心的开发商。 等一等,我马上就找到了。 虽然达利亚含恨被带草了,但邪恶至尊的精华还在以太中飘着呢。 他可不打算这么轻易认输,为了邪恶再次取胜。 他无论如何都需要让达利亚回来。 就这样,打转的邪恶至尊精华准备接管指挥陷入混乱的部落,并解救达利亚。 众锤来袭,第二回合。邪恶至尊精华将部落集合起来,准备迎接令人头疼的矮人攻城挑战。 特里斯坦! 你这愚蠢的善良精灵,把该死的笼子打开放我出去。 否则我就慢慢拧断你那骨瘦如柴的脖子。 你到底想要我怎样啊? 我的姐姐达利亚,你的恶行必须得到惩罚。 你杀了我们的养父塔诺斯,这是对我们女神的亵渎和侮辱。 而更要命的是,你还试杀了女神。 但我来这里是找石头的,我们在路上有充足的时间争论。 不离歇尔德,你能不能帮我? 你这小可爱,知道我会同意的。 喂,你们这群懒鬼,快把那灭世纪的重锤拿走! 。 达利亚已经被捕了,只有四处冒炮的邪恶至尊精华能救她。 把达利亚丢在她兄弟的魔掌中,虽然很有趣。 但话又说回来,没了她的帮助,无形至尊大概只能以没有实体的状态在乡下飘荡, 最多被雇来拍三流恐怖片什么的。 幸运的是,在地下的地下城之心可以很快重新激活。 与部落手下一起,将那里的正义英雄粉碎应该不是难事。 飘荡至尊必须毁掉地表世界上矮人的奇特装置, 因为它对地下世界还有地下城之心构成了危险。 因此,没有实体的至尊有必要建造一座强大的地下城。 或者更确切地说让手下来造, 因为飘荡的精华本身能做的事并不多。 要是和尊主的影响从本身混合物上。 为何可信任何次进行公园? 我也可能无数你的国际。 我没有发生XXX。 我没有发生XXX, 我没有发生XXX。 我没有发生XXXX!! 我没有发生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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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样的黄金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发新日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保护志愿为部落的手下建造了一处窝点 他们从今往后可以在那里给自己建造休息的地方了 招募部队的至尊 招募了他的第一个手下 这对他来说落差感有点大 因为不久前他还坐在众神的王座上 但现在只能辛苦的从零开始了 邪恶至尊的恐惧之手不仅可以用来干涉 还可以给鼻涕精们一记提神耳光 让他们更有精神 可憎的至尊已经赚到了一些美味的邪恶值 邪恶值可以用来做很棒的事情 比如探索新东西 但是首先必须得找到一处可以储存邪恶值的地方 邪恶之尊迅速建起了一座邪恶之窟 有一座地盘 拉一座地盘 波状寻出已经进去先出身一座地盘 这座地盘 人抽出一座地盘的风静 走 走 走 魅力至尊已经建成了一个邪恶之库 这可以用来储存并使用邪恶之 喂 我们在这里明明可以抢黄金 你们怎么还在坐着偷懒 小伙子们上吧 抢夺最近的金矿 贪婪的矮人迟早会挖出一条进入地下城的通道 五节操的至尊用工坊准备了一批陷阱 来阻止偷窃金币的矮人 技术进步通常一直是好事 进一步的研究不仅可以让你建造新的单位或房间 还可以提高皮涕精和手下的最大数量 允许新白 工作的至尊建成了一个工匠窟 笔涕精可以在这里使用作业器械制造工具箱 它是建造更复杂地下城装备所必须的 你在地下城发现了一个新区域 发薪水喽 发薪水喽 装美 喂 小伙子们 找个石头能花多久啊 你们是想让我和斯奴库姆 在这里等到老死吗 我当然不希望这样 对你们这些人要怎么死 我有完全不同的打算 狡诈至尊已经放置了第一批陷阱 这将是贪婪的矮人难以从金库窃取金币 至于摧毁地下城之心 那更是想都不用想了 三十三封 当然现在就放在这里 明天撮一下 不要緊 暂时 可能 我应该帮别搞事 你不想dar 别紧 我 你 有 我 我 你 你 我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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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心水喽 锯齿陷阱非常适合切割树干 但在地下城武之前木彩都不能作为资源 所以现在只能用来切割爱人了 又一个锯齿陷阱设置在了半路 以更有效地对付爱人 锯齿陷阱与点栏目 锯齿陷阱非常适合切割树干 但在地下城武之后 但在地下城武之前木彩都不能作为资源 所以现在只能用来切割爱人了 所以现在只能用来切割爱人了 喂 有什么东西挖到我的小金矿了 哼 一定是那些臭哄哄的兽人 他们的头骨顶多拿来做厕所的厕纸架 好了 小的们 把这里 移为平地吧 爱人已经打通了通往地下城的通道 在这种情况下 鼻涕精们立即按照达利亚之前的指示 执行起了六十七号指令 就是说 他们疯狂地摆动着小短手跑过地下城 同时 他们打开了秘密陷阱窟 这样 狡猾至尊就能给矮人们 一个非常热烈的欢迎了 喂 你们这些小可爱 是不是忘了带奶瓶 不然你们怎么会输给一群 卑鄙的兽人 哼 不过还好 我们这里还有援军 援军 出击 显然 矮人的威胁并没有消除 幸运的是 狄涕精在闲暇时 制作了几个陷阱 他们很愿意把这些 交给吞噬一切的至尊使用 锯齿陷阱的刀片 沿着墙飞快移动 等待着面包或是英雄送上门来 仙道者先挨刀 又一个锯齿陷阱 设置在了半路 以更有效地对付矮人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发心日 囤积劳动力的至尊提高了他鼻涕精的数量上限 现在他可以使唤更多勤劳的手下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的金矿差不多开采完了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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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文字幕 李宗盛 通往陌遥 特大号重锤的路已畅通无阻 战战兢兢的英雄们为最后的战斗做好了准备 开门水瓶啦 矮人的设备华丽丽的爆炸了 这有点怪 你的手下明明只是用武器攻击了这东西而已 不过没关系 也许部落的武器是用碎石制成的 然而矮人的发明燃起的火光 引起了破坏狂至孙的注意 这样达利亚和他的祭地特里斯坦 就有足够的时间走远了 震惊的至孙在心中叹息了一声 最后看了四周一眼 然后开始追击 这条路通往地狱森林 这里被地下世界的恶魔手下占据着 地狱森林 达利亚被他的祭地特里斯坦 带往这片土地的更深处 他们经过的地狱森林是恶魔的温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地狱森林的地下,达利亚的祭地特里斯坦正在对早就被人遗忘的地下城遗址动手脚。但恶魔至尊的手下仍在穷追不舍,在地下艰难地前进。特里斯坦别无选择,只能撤退。 我的兄弟们,我在你们眼里看到的恐惧,同样会令我心生绝望。也许有那么一天…… 特里斯坦,你这一无是处的蠢蛋。你就不能闭嘴一次,或者说点什么不一样的吗?这也太…… 喂……那些是我的邪恶大军吗?哈哈哈哈……快过来!把我弄出来!这样我就能亲自抽我弟弟了! 上啊!干掉他们!让他知道你们的厉害!把这变质的蛋糕丢在他们脸上! 做梦!魔法的力量在我体内涌动!你的手下别想通过这道魔法屏障! 看来特里斯坦确实对魔法略有了解。普通的攻击无法穿透他的屏障。然而,就魔法而言,这一世还有那么点不同。精通法术的至尊迅速决定在地下解决这个问题。 可求魔力的至尊,在使用魔法之前,首先需要解决恶魔的问题。 建造一处漩涡来容纳恶魔手下,再合适不过了。 我只是继续一些运动,再合适的铺,想要击负负责。 再合适《误独播剧中》的转发。 还不如卖闹解决作词。 再合适一误独播剧中, Miss L undJ, wasn t红色碟。 再合适了一误独播剧中,就更非常地宜。 再合适一些瓶帐 适量的误独播剧中。 手下降。 等 max,就需要确定能较解决键。 4天,我们的左边等。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地下的某些区域充满了魔力 挖出来后就可以用来施放法术 对魔力上瘾的至尊已经跃跃欲试了 建造房间的至尊建成了一个漩涡 受雇的恶魔可以把那里当作住处 要是不幸死了 也可以在那里等待至尊用邪恶职复活他们 地下城发现了新区域 未经许出μη口 优优独播剧場 坚持住 伙计们 也许有一天 我们最终会丧失勇气 但不是在今天 今天我们要战斗 王国的兄弟们 想想这片美好的土地上 你们真实的一切 我们必须奋战到底 踏平地下城 杀呀 你这又是盗版谁的呀 我以前听过十分类似的讲话 这不是重点 这些话语激励了我的手下 言语胜于刀剑 但比不过部落的战斧 我不能去现场看表演 真是太糟糕了 都是因为我被你关在这蠢笼子里 我去你 你会 Tel优独的 是 好 好 地下城的门 门不仅可以挡风 还能短时间内 拖延英雄和其他敌人的脚步 门还可以提升房间效率 因此 用门封闭生产房间 是有实际意义的 门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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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城发现了新区域 门封门 门封门 地下城发现了一个新区域 敌军 门封门 门封门 门封门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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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封门封门封门 门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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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门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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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 门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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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地下城发现了新区域 一处金矿即将耗尽 地下城发现了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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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敌军进入了地下城 你在地下城发现了一个新局 在地下城发现了一个新局 地下城发现了一个新局 对于 发心日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地下城发现了新区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地下城发现了新区域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地下城现在有了第一扇门 浮夸至尊现在不仅可以用他来提升房间效率 以及短暂的阻挡敌人 还可以锁住门 为他的手下封锁区域 中文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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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宠盛至尊发现了几个流浪的恶魔 他们都很愿意加入黑暗大军 可问题是 这些恶魔现在的处境十分尴尬 困惑的至尊思考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灵巧的至尊通过法术成功让四散的恶魔安全返回地下城 一个鼻涕精开始在奥法密室生产魔力 一共施法至尊使用 喂 特里斯坦 我最喜欢的弟弟 因为我没别的弟弟 看那边 我的军队正在行进 他们三两下就能收拾你 别高兴得太早了 姐姐 我的屏障和手下会阻止他们的 我们来这里的目的达到了 很快就会再次上路 手下们 快把我从这里救出去 快上 救救我 放我出来 再请求释放我的请愿书上签字 密法裂痕出现在与离谱至尊的大军距离非常近的地方 这种魔法异象在这里并不罕见 而且那些知道如何使用他们的人 可以获得巨大的力量 手下只知道一种办法来处理 堕罗至尊俘获了密法裂痕 他身上涌动着新的力量 现在能施展流星雨法术了 运气不错 附近有一群英雄正好可以拿来当耙子 印尊装 施法至尊 现在可以使用秘法裂痕的力量了 可不可以使用秘法裂痕的力量 打雷啊 我还是不敢相信你居然做了那种事 我们难道没把你当成家人吗 哼 我一直在遭受着侮辱和讽刺 你就是这样对待家人的吗 应该是吧 无情至尊的大军遇上了魔法屏障 一个法术就能把它扫除 当涌畅法术的至尊在设法穿过防护屏障时 达利亚和特里斯坦继续着他们的旅程 特里斯坦 我亲爱的弟弟 你能发发善心跟我打开笼子的门吗 我们没必要闹矛盾 是祭弟 而且你杀了我们的养父 以及这个国家半数的无辜百姓 我无法原谅你 只有一半 我是说 一切就这么稀里糊涂地发生了 我自己也不知道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 把塔诺斯的脑袋 顶在了长矛上 这是他活该 谁叫他和他的手下一次次地侮辱我 就是因为我的出身 就好像所有的黑暗精灵生来邪恶一样 你 杀了几百个英雄 杀了父亲的同伴 还把他的头顶在长矛上 这是他们逼我的 这都是世界的错 你的地下城里有敌人 杀了几百个英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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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的鼻涕晶已经挖空了一处金矿 使用魔法的至尊征服了一道秘法裂痕 有了这种捕获的力量 他现在可以使用魔力护盾法术了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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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错 我记得你头肿的和吸管一样 纵火至尊将自己的大军派往地表世界时 英雄们趁机进入了地下城 多亏了恶魔传送门法术 地表世界的手下们可以瞬间返回地下城 地表世界的大军派往地表世界 neck 救命 解答 伐心日 伐心日 地下城发现了新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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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施法的至尊抓到了秘法裂痕 这个新发现的魔法 让他现在能用法术召唤地狱王子了 发薪水了 你的手下们在领取自己的薪水 狂热阵子 那至尊的大军又遇到了一处魔法屏障 我的大军来了 弟弟啊 你的死期到了 上啊 我的手下们 抓住他们 撞翻他们 给他们的眼睛上抹上辣酱 还有 把我从这该死的笼子里弄出来 我的兄弟们 我在你们眼里看到的 同一段废话你翻来覆去说不厌嘛 伙计们 阻止他们 来 达利亚 我们得走了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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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饮料加兵的至尊的大军 击败了特里斯坦可怜的守卫者 至尊的手下们欢呼雀跃 但无形的至尊精华可没心情庆祝 因为特里斯坦本人逃走了 还带着达利亚一起 没有实体到处乱飘的至尊心里叹息了一声 再次开始追击 斯特罗萨姆平原 邪恶至尊继续努力解救达利亚 他一直追到斯特罗萨姆城附近 这里曾一度被亡灵围攻 我在笼子里的剧情也太长了 我们就不能协商一下吗 也许可以像以前一样用猜拳来解决 你知道我总是出石头的对吧 但说到石头 我很快就会把所有的有限知识集中起来 然后 够没人关心你该死的弹珠 你个蠢货 达利亚和自己的祭地聊得热火朝天时 石脑至尊已经在尝试解救他了 但估计是徒劳 由于亡灵死后不久就可以在墓园复活 所以袭击失败也不会导致兵败如山倒 诚然把手下当炮灰的至尊 大概从一开始就没把部下的死活太当回事 回到现在的话题上 幸运的是附近就有古老的墓室 是强大亡灵的家园 那里可以提供大量的援军 研究地图的至尊急切地做着笔迹 看到了吗 特里斯坦 我的大军来救我了 亡灵们 上啊 打倒他们 吃了他们的脑袋 啊 偷走他们的吊带 要想让无情至尊的亡灵手下 召唤更多的随从 必须先建造一座带有寄宪血坑的神庙 很快 基建狂魔至尊就开始建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音乐托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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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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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心水喽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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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你的手下都不敢离开地下 达里亚 但他们在那里也并非搞枕无忧 上吧 伙计们 给我摧毁地下城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有敌人进入地下城 有敌人进入地下城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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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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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